市内体育场为大家带来2010年第26届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印尼队对阵日本队 现在我们看到是双方的第三场比赛 也是第二单打的交锋 画面下方身穿蓝色球衣的是代表日本出赛的选手佐佐木翔 而上面身穿红白相间球衣的这是西蒙桑托索 西蒙桑托索之前曾经三次击败过佐佐木翔 但是在本届汤姆斯杯的比赛里面 佐佐木翔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他的状态超好 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场交锋 是不是能够改写两个人之间的交战记录 佐佐木翔目前的世界排名是40位 而西蒙桑托索是12位 这位年轻的印尼小将 他是1985年出生的 以前已经是代表印尼队第四次出战汤姆斯杯了 随着这个索尼的受伤他是成为这个队伍当中的这个第二单打 回放 把球拉开结果让佐佐木翔来偷击一下 佐佐木翔的这杀球还是非常有速度的 而且呢在整个汤姆斯杯的比赛中他的感觉就是呢 戒内 这个球给的是戒内手势 他的感觉是 非常的这个顽强作风 之前的两场单打的都已经输球了 那么日本队呢要想有所转机的话呢 要从佐佐木翔这里面就开始加油了 中文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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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索穆祥在今年的汤姆斯杯的进程当中呢 前面他出战的三场比赛呢 去全胜的战绩 而且呢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 今天遇到西蒙桑托索 也是遇到很强的对手了 那么他是在跟黄宗汉的比赛 马来西亚的这个黄宗汉 应该是队上比较高排位的一个对手 21比17 21比18直落两局 击败了马来西亚的老将 三场走铺往绝分 4比2 从今天比赛来看呢 两位选手进入状态都是很快的 可惜了 杀上网啊 接下来这个往前的防守的手感差了一点 好球 尝试一个 假动作 这个球质量不高 所以沐翔也是日本队里边一位老 一位老将了 他是1982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 身高1米71 在国际大赛这个赛场上面 他还没有太多的座位 曾经进入过亚洲锦标赛的四强 就是去年 哈州锦标赛呢 也是 说他们对这个田二弦一 在本节汤姆斯杯上的表现呢 不是非常的满意 但是呢 特别让他感到惊喜的就是 这个佐佐木祥和 佐藤 祥聚这两位选手 他们可以说是 表现出 超长的一个水准 所以日本队要想有所作为 继续扮演黑马的角色 主要是看他们后面的两个单打选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